天王的前妻自然还是天王的前妻了 深衣紧身吊带配透视蕾丝长裙 今日初期某时尚活动的乐吉尔 只能够用太拼来形容 就那时间以来 乐吉尔频频被排到站台捞金 这回受邀担任走秀嘉宾的他 更是不顾略显风雨的身材 直接豁出去了 不过大家更加关心的 显然还是前天王嫂的感情动向了 如果小编没有记错的话 上个娱乐节不是还被排到 在香港夜会一位男士吗 当时他发现被排之后 表现淡定没有躲避 在面对媒体的时候 也避重跳青似湖 是想保护这段感情 未去到那个阶段 所以真的都想到很不顾略 如今这一个月还没过完 难道又没戏啊 这又不禁让人联想到乐吉尔 离婚之后草草收场的数段恋情 有人更是说 黎明这个天王前夫的巨大阴影 正是乐吉尔 每每不能够找到归属的原因 在现场一听到黎明二字乐吉尔 立刻想要甩手揍走人路 而乐吉尔这决绝的态度 与三年前刚刚离婚时的模样 简直判若两人 看来时间已经让乐吉尔 把黎明抛在了脑后 而眼下的黎明 显然也没空理会这段旧情 国庆党有君子道 11月由于王洛丹 主演的爱情电影 消失的爱人 和恐怖电影 不速之客同期上当 2015年 黎明的电影是拍的一步又一步 感情与他似乎更多的是一种领悟 每人都有他自己的爱情观 有他的爱情的经历 遇到不同的爱人 有的是赢家 有的是输家 有的两个都是赢家 有的两个都是输家 相比之下 国天王目前对于家庭的渴望 似乎更为迫切一些 如果有一天我成家有季子的孩子 我当然是希望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好父亲 连找对象这一步都省了 郭富城竟然开口 就是要当爹 原来他最近在微电影 《爱在当下》中 与一位四岁的小女孩 演起了父女 你爸爸了 我觉得那一瞬间 他说完这句话 我的世界好像一个停顿的 就是爸爸跟女儿 就在生活里面 那个真实的伙伴 竟然让拍戏 拍了二十多年的郭富城 都不能够自拔 天王一个劲地感叹女儿的魅力 我真的感受到 原来做一个父亲 如果要有个女儿 是多么的温馨 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 比这个亲情更宝贵 不过问题转回来 还是得先找到女儿他妈呀 对此感情一只没有定所的 郭富城 骂上又推说 不急不急 我觉得缘分一直就说 不是说来就来 我觉得缘分是天注定 最重要是 现在自己最好 就是尽量去保持 自己最好的一个心态 你学会很多的东西之后 我觉得不管你年龄多少 还是有一种爱 去对你的一个子女 四十九岁的郭天王 还在等待缘分中的女儿 已经有两个女儿 且大女儿已经十五岁的张学友 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那我是就是来打混的 巴尔亚开机的时候的情况 还历历在目 转眼这卡斯闪瞎人眼的 澳门风云三 前几天已然杀青了 而根据当地媒体的爆料 张天王这一个半月的打魂 就让他轻轻松松的 入账了数千万 而九月底张学友还被爆料 会在香港地区 召开一个私人的演唱会 只有部分受邀的公司高层 才能够入场 这简单总结一下 张学友如今的工作就是 事儿少钱多离家近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